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維彤 就開始帶您看到國際股市 美國升息疑慮 加上地緣政治緊張影響 美股四大指數重挫 道重指數週二是大跌六百九十七點 創下年初以來的最差表現 而美股重挫也衝擊臺股 今天二十二號是一度大跌超過兩百點 中場價捐指數是下跌一百四四點二三點 以一萬五千四百一十八點七七點作收 而近月代工龍頭台積電收在五百零七元 下跌百分之一點七四 另外新唯航空被貴買中心列為交易處置股票 今天管制上路首日 早盤股價是下跌百分之十五 來到三十五點三五元 好 針對全台蛋荒 黃海創辦人郭台銘二十一號表示 沒有人能夠倖免的蛋蛋危機 短時間之內看不到鏡頭 而對此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當晚發文致歉 並提出多項措施來解決蛋荒 請求院長陳建仁今天也表示 會從各方面來達到雞蛋市場的供需平衡 預計到三月就會緩解 針對有時候讓消費者到我們的超市跑了一兩次才買到雞蛋 我當然會覺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那我們會和所有的農民和所有的通路商 跟農委會所有的同仁 每天會把雞蛋調度到市場 讓每個民眾都買到 應有的這個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 以前都是台北蛋商工會 那現在幫農民爭取 變成是一個養雞協會的 淡價審議委員會 所以都是由淡價審議委員會 決定了雞蛋的價格之後 那讓他來決定是漲或者是跌 那農委會這一邊呢 絕對是尊重這樣的一個運作的機制 加強這個雞蛋的橫向調度 然後來減少飼料一米的這個減稅呢 我們會延長從四月一日繼續 減免百分之五的這個玉米稅 到六月底 而且我們也要加強 這個群流感的防範 改善這個機設的設備 避免群流感的感染 那更重要的呢 我們也加強 這一個國外的雞蛋的進口 給加工業者能夠有足夠的原料 所以我們會從各個方面來達到 這一個雞蛋在市場上的供需的均衡 這個現象呢到三月初就會有所緩解 好 淡價問題呢各界關注 臺灣淡價每台金調漲2元 創下歷史新高 其實這波漲價呢原定是在過年之後 也就是6號要漲3元 而且農委會和淡商業者淡農呢都已經談妥 不過最後關頭呢 業者是收到取消漲價的通知 我們今天請教農業專家 馮甲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楊明憲教授 請問你怎麼看臺灣雞蛋不足的危機 那麼前國際淡價出現飆漲 怎麼觀察結構性的影響因素 對 其實從整個國際的原物料上漲的一個趨勢來看 現在各國的淡價都普遍的上揚 特別是在美國或者日本 他們淡價上漲的幅度 甚至比臺灣來得更高 那我覺得目前這個淡價呢一直居高不下 可能是在於它的基本的供需結構有一些改變 比如在需求面 因為消費者他對於這個淡的一個需求量 也過去來得多 主要就是因為他可以進一步來增加他蛋白質的補充 以及在現在大家對於運動養生的這樣一個觀念 那認為淡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營養的補給品 而且也相對的改變過去 認為說這個多次淡好像膽固醇就會比較偏高 也沒有這個疑慮 所以整個淡的一個需求量也過去來得多 那在供給的部分 那特別是在冬季 經常就會有禽流感 或者剛好也是一個淡季 它換雨的一個季節 所以它的產淡率也會比較下降 所以在供給呢相對也減少 所以如果從市場的需求增加供給減少了來看 其實整個淡價就自然的一定會反映出來上漲 那再加上因為原物料這些飼料成本或者航運成本的一個上漲 我們的淡價其實也很難會有這個居高 然後下跌的這樣一個情形 那我個人認為 其實政府也努力的去維持整個淡價的一個穩定 所以相對的在台灣的淡價呢 比國際其他各國的淡價的漲幅都來得低 那也是希望我們所有的這些淡季業者呢 他也能夠共體時間 也能夠努力的做好整個一個供需的一個平衡 那讓淡價能夠維持穩定 所以政府在過年後才不得不再邀請這些業者呢 來供商適度的去調整它的成本 但是我們也提醒 其實在整個市場上面 雖然大家都認為所謂的缺氮 其實缺氮應該就是平價氮 這個部分的一個供給相對少 那其實除了平價氮之外呢 我們也看到還有其他的 比如褐色氮或者機能氮 其他的冷殘氮 其實也都有 只是說他目前的平價氮 沒辦法充分的供應滿足我們消費的需求 這是我們大家一起要來努力的 那當然政府他也希望能夠透過最基礎設施 比如說將我們傳統開放式的淡機場 是不是能夠改為水連氏的一個養機場 讓整個禽流感 疫病的一個風險能夠降低 維持一個產量的一個穩定 大概是 然後也是從國外呢 再進一步的進口 這些總機 未來在兩三個月之後 應該他的整個產氮的機資 他的一個生產的數量呢 就會有效的一個提升 所以我覺得那個目前是 如何在因應這些結構性的一個變動 那政府也相對應的 也做出一些積極的一個策略 努力了充分供應 維持一個氮價穩定 我們謝謝楊教授的分析 再來關心南臺灣水瓶告急 台水公司宣布3月起 對加益減壓供水 並對台南用水大戶和南科 減量供水一成 而南臺灣的缺水情況 會被蔓延到中部 今天台中市長盧秀燕 前往石岡水壩視察 提前調度 視察石岡水壩水瓶 台中市長盧秀燕 協同水利署副署長黃鴻甫和民意代表 了解及時水瓶 因為南臺灣水瓶告急 3月起 台南將對用水大戶減量供水 嘉義也將減壓供水 今年這個春雨可能會偏少 那南部會不會蔓延 因為它一直從台南 現在嘉義也轉黃燈了 會不會一直蔓延到中部 那也因此呢 我們要提早了解這個水瓶 那我們跟中央也要提早的調度跟部署 南臺灣面臨30年最大枯汗 台水21後宣布 自3月1後起台南市工業區 科水園區將實施節水10% 被科水園區及工業區的每月用水量 1000度以上工業用戶同樣節水10% 衝擊用水大戶晶圓代工和面板業 對此台積電聯電都表示 將增加再生水用量 台積電也說 已達成用水總量管制目標 不預期對營運有實質性影響 為台中用水提早佈局 盧秀燕向中央喊話 希望中央早日協助我們這個財務的方案 讓這個污日的水資源中心早日蓋起來 那到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一些這個再生水等等 再把它來做一些調配 過濾調配運用 攻擊一些廠商 那這些廠商就不用去跟民生搶水 搶自來水 這是中長期要所做的部署 除了縣政進行中的建設 盧秀燕也表示 台中有規劃在污日建水資源中心 將再生水重新過濾為刺激水 給非精密儀器的廠商使用 降低缺水對產業及民生用水的衝擊 新唐人亞太電視秋天喜黃彥霖 臺灣臺中採訪報導 好 再來關心臺積電進駐高雄 不過核三廠即將廚藝 用電量可能吃緊 為了穩定南部的供電 臺電也擬在高雄大陵電廠新增兩部燃氣機組 今天順利通過環評大會審查 進一步說明這項計畫是從電力供需平衡來考量 因應大陵電廠五號機核三廠的相繼廚藝供電量吃緊 加上高雄多個產業園區持續成長 高雄捷運延伸艦計畫以及半導體產業聚落等 都會造成南部的用電缺口 臺電表示計畫新增兩部總裝置容量 140萬千瓦的燃氣復循環機組 可以提升供電的可靠性 滿足南部地區用電 迎接臺商回流 土地需求大增 男子科技產業園區啟動更新計畫 產新創業大樓晶天動土 預計在二零二五年完工高雄市長 陳其邁表示一定會確保水電供應無餘 回應臺商回流擴廠需求 高雄男子園區創新產業大樓 周三正式動土 創新產業大樓興建計畫獲得前瞻計畫經費 總預算新臺幣五點八億元 預計二零二五年完工 這個就是台灣的產業走對方向 對我們的整體的發展非常重要 那整個半導體擴展出來的大的供應鏈 那真的是台灣非常了不起 台灣就是這樣的一個非常綿密的供應鏈 才讓台灣這樣的半導體不斷的先進的製程 不斷的推進 我們現在園區已經很滿了 那我們現在大家都希望在擴充 所以希望能夠這邊有更多的一些辦公室的功能 讓我們可以把工廠裡面的空間可以拿來用做生產 然後盡量利用這個地方來做辦公室的使用 那另外就是一個科技的建築 讓它有一個地標性的一個外觀 那最後就結合永續的概念 讓它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綠建築 美中貿易戰加速台商回流 截至到17號為止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總投資金額達到兩兆五億元 創造台灣超過十四萬個就業機會 這棟創新產業大樓規劃了地下兩層 地上十層面積一萬平方公尺 提供男子科技產業園區內事業單位進駐 市長陳其邁也表示 確保水電供應無餘 確保水電供應因應台商回流潮 吸引企業持續投資高雄 新唐人亞太電視李娟榮王冠霖 臺灣高雄報導 歐元區二月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大幅上升到五十二點三 遠高於一月份的五十點三 以及市場預估的五十點六 顯示經濟復甦力道進一步增強 但這也將促使歐洲央行持續升息 華爾街日報報導 韓國一家法院裁定三星電子一家子公司的七名前雇員 犯有非法獲取並向中國企業轉移半導體相關技術的罪行 其中一人被判四年監禁 其他六名的前雇員也被裁定參與了技術盜竊 並被判處最高兩年半的監禁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Semi全球行銷長及台灣區總裁曹世倫21日表示 半導體業的長期發展應用目前看不到盡頭 台灣只要能在新興國際局勢中找到發展定位 仍可佔有一席之地 同時他認為在可預見的短期內 台廠仍會把最大比率的供應鏈留在台灣 Semi擁有兩千多家會員廠商 根據調查會員談到今明年的挑戰 首先是地緣政治 第二是後疫情時代的供應鏈管理 第三是半導體產業人才荒 新宇航空股價22日早盤以38.8開出後 隨即跌到最低32元 跌幅超過20% 失守航空股王寶座 另外新宇航空董事會21日決議 將辦理現金增資 普通股以30萬張為上限 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 預計募資金額不超過50億元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好 但你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WC 將在27日在西班牙舉行 聯發科將展示5G 微星通訊 行動計算和無線聯網技術等最新成果 另外品牌大廠宏基個人電腦在2022年 在菲律賓以33.4%的市佔率排名第一 年增率為6% 連續5年奪得市場冠軍 而IC設計業者翼龍驚天法輸會 公司指出目前筆電的庫存去化 已經接近尾聲 預期7年第四季是營運的谷底 而法人預估翼龍手機營收 激增12%到22% 另外立法院三讀通過議後特別條例 行政院規劃將3800億元特別預算 用於普發現金以及加速擴大性 國際觀光客等項目 交通部長王國才今天說明 旅客來臺自由行有機會獲得5000元的消費金 好來看到足跡總處今天公布 1月的失業率為3.5% 不僅是連續5個月下降 更創下近22年的同期新低 而在邊際解封的激勵之下 服務業就業人數是大增19000人 工業部門也增加2000人 而官員表示目前尚未看到近期對就業的影響 另外足跡總處也公布最新的經濟預測 下修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到2.12% 而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CPI是預估值為2.16% 上修0.3個百分點 好再來看到 記憶體產業面臨14年來罕見的報價下跌 臺灣低潤大廠南亞科認為 市況復蘇需要更多的時間 而外界也關注指標的美西大廠大動作裁員 而對此 南亞科表示目前沒有裁員計劃 國內低潤大廠南亞科宣布 董事會通過今年現金鼓勵配發2.13元 資本支出185億 不過數據顯示 低潤價格出現14年來最大跌幅 美光宣布大動作削減之初 在臺進行兩波大規模裁員 外界關注南亞科是否跟進人力緊縮 基本上南亞科技並沒有裁員的計畫 那我們在人事費用的掌控方面 我們一部分的部門會是預切不補 但是在研發以及我們擴建 就是我們南亞科技在做新廠的擴建 研發跟擴建的部分 我們會是專案的處理適度的增幅 李佩英指出 臺灣跟美國企業文化不同 公司會適度準節人力 同時兼顧擴建和創新成長 景氣方面 預估工藝端主要廠商 降低資本支出減少產能 有機會下半年庫存逐漸去化 以需求端來講跟以每一家產出的控制來講 有機會逐步的改善 但是不會是很快就是 這個step function這樣改善 那有機會在下半年會比上半年好 李佩英認為儘管今年低潤產業需求成長率 低於往年平均值 不過中長期ARVR車用人工智慧等多個面向 依舊看好需求成長性 不是只有前PP一家 很多AI應用逐步出現以後 包括將來的自動駕駛的汽車也好 這些ARVRMR這些東西 所以AI是一塊很重要的領域 所以值得持續觀察 至於近期傳出四月份 工業用電價可能再漲三成 南亞可表示半導體產業是用水用電大貨 當然不需要費用嚴重增加 但能源問題是全球性 肯定電價必須做一些適度調整 不需要受到太大影響 新台記者大家好 胡宗翰省委同台灣台北報導 美國零售商大廠沃爾瑪以及加德堡 去年第四季財報雙雙貨率又於預期 不過展望今年都保持謹慎態度 就寫下馬上回來 再回到新唐人財經新聞 再靠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彭博社報導 麥肯錫計畫裁員約2000人 中央時報電動車需求減弱 中國里價下降30% 華絕日報報導Google對網路內容負有法律責任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出質疑 另外日本經濟新聞 豐田汽車2025年將在美國生產電動車 目標全球產量提升到100萬台 好點看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在24號滿一年 而美國台政部副部長埃迪耶摩 在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的一場演說中表示 美國跟盟友在未來幾天實施新制裁跟出口管制 藉此加強對俄羅斯的施壓 以終結在烏克蘭的戰爭 而新的制裁將限制冰箱和維波爐等 軍民兩用產品出口 避免俄羅斯藉此取得軍方所需要的半導體 還會尋求採取更多的措施 來阻止通過邊境國家轉運石油 和其他受限貨物 不過埃迪耶摩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他表示來自超過30個聯盟成員國的官員 會警告持續和俄羅斯做生意的企業 金融機構和個人 如果他們繼續這麼做 將面臨制裁 好 美國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 以及家庭裝飾品與建材零售商加德堡 21號公布去年第四季財報 雙雙獲率是由於預期 不過展望今年的經濟前景 兩家公司是抱持謹慎態度 美國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 21號公布去年第四季財報 在折扣優惠的助攻下 營收年增7.3%到1640億美元 由於預期 不過隨著利率上升以及通膨影響消費者支出 沃爾瑪對2023年經濟前景持謹慎態度 同一天美國家庭裝飾品與建材的零售商加德堡 也公布去年第四季財報 雖然獲利優於預期 但營收未達目標 在去年同期僅成長0.3% 達到358.3億美元 展望2023 加德堡認為前景溫和 預計銷售額將大致持平 第二季財金 但我覺得我們也必須要明白 HOMEDIVA在這個開始的項目的控制 我們看到食物貨幣很高 公司要回應更多的費用 那兩種壓力 貨幣和貨幣的增加 被控制了貨幣的投資政策 然後我們開始 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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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膨高漲 沃爾瑪與加德堡 為員工提高薪資來因應 對此 美國沃爾瑪前總裁兼CEO表示 這可能會抵消美聯準的緊縮政策 沃爾瑪財報公布後 21日股價一度重挫約3% 中場略漲0.61%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冠霖 張祺林綜合報導 全球推行近零探牌 GOGRO執行長陸學森表示 能在臺灣擁有13%的市佔率是個奇蹟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來看到臺灣電動機車大廠GOGRO執行長陸學森 週二是出席工商協進會進行專題演講 陸學森也對臺灣電價 以及電動車發展提出看法 他表示在臺灣電動車的市佔達到13% 是個奇蹟 經濟部將在3月召開電價費對省議會 外界關注電價是否上調 電動機車大廠執行長陸學森表示 影響非常小 僅佔1% 21日陸學森出席工商協進會進行專題演講 也提到對臺灣政府在2030年 電動機車市售比目標的看法 不過電動機車業者受疫情影響 去年修量下滑 臺灣電動車業者跟進特斯拉降價 換取業績市佔版圖 Gogoro開出電動車業第一槍 宣布部分車款降價2000到3000元 因為我們的成本下來了 我們就把我們價錢也下來了一點點 配合收費者的需求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永遠都是跟著市場的momentum來走 對於近年越多品牌加入電動機車戰局 陸學森認為是好事 他期望透過換電系統打造生態系 像是PGO 宏家藤 威剛等品牌 都和Gogoro平台進行合作 也為電動機車產業開創新產品 新唐人野太電視 胡宗翰 曾馨敏 臺灣 臺北報導 好 帶你看明天 2月23號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 美國公布第四季的GDP修正值 以及上週出領失業金人數 貿易區公布醫院通膨率 南韓土耳其央行公布利率決策 另外 臺灣經濟部發布醫院的工業生產統計 及批發零售餐飲業 營業額統計 以上是2月22號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文鴻 再會 我是沈文鴻